今天做个好吃的焦鱼泡菜,全家人都爱吃的那一种油 先把芹菜盖切成小段,放入盆中,撒上一勺盐 抓拌均匀,腌制20分钟 再准备一个包菜,把包菜撕成小块 再把青红辣椒也撕成小块,搭配一下颜色 撒上一勺盐,抓拌均匀,腌出多余的水分 再起锅烧油,锅中放葱姜蒜,花椒,桂皮,香叶,甘辣椒 炒出香味,倒一碗酱油 放料酒,香醋,几粒冰糖 煮开之后搅拌至冰糖融化 捞出料渣,晾凉备孕 把腌好的菜放入清水中,洗掉多余的盐分,可以多洗几遍 然后捏干水分,放入盆中,浇少晾凉的酱油汁 然后用手抓拌均匀,找一个无油无水的瓶子放入瓶子中 不管是配米粥还是配馒头都是很好的选择哟